看一下就是有關 如果我要寫出一個剪刀、石頭、布 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跟電腦玩那個猜拳遊戲的話 那這個地方程式該如何寫 這個我想請各位 當然沒有所有的標準答案 你可以按照 我們前面所講的這一相關的程式 然後呢假如我想要寫 這個也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那寫出來是應該沒問題啦 只是說寫出來是不是能夠精簡 是不是能夠 相對程式裡面比較Bug 那這要怎麼寫 那我們來Run一下 我這邊大概想到的是這樣 首先第一個我執行之後的話 一樣 會請那個使用者去輸入什麼 輸入一些數字 那當然呢 主要就是說用那個123來表示剪刀、石頭、布 然後用4來表示結束遊戲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為什麼不直接讓使用者直接輸入文字 是剪刀、石頭、布呢 其實第一個啦 我的考量是說 如果你是輸入文字的話 很容易打錯字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打字的話呢 還有一個就是說 相對於1234 就是剪刀123的話 其實123還是 是 比較簡單一些些 OK所以呢我就想說乾脆用數字來代替好了 所以這個地方你會發現底下 之心之後的話 他就會有那個123代表剪刀、 石頭、布 那4的話就離開 就結束 那如果輸入5的話怎麼樣 這個地方剛好我有做防呆 有沒有 假如說你輸入的數字不是1到4的話 什麼事都不會發生 OK 我有做一個防呆 那如果輸入4的話就離開 我輸入剪刀 我先輸入一個剪刀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當然電腦也會出一個 當然從 有點像亂數喔 從剪刀、石頭、布裡面 去挑一個出來 然後跟我比 到底我 誰輸誰贏 OK Enter 這個時候會出現什麼 電腦出了布 你贏了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你會發現他亂數 1、2、3嘛 等於是亂數得到3 OK 那如果再 出剪刀 出石頭 他這個時候亂數得到2 平手 那我輸入布的話 他就出剪刀 OK 他亂數得到1啦 如果他結束的話就輸入4 成4就退出了 OK 好那 接下來的話呢 這個程式 該如何撰寫 當然呢 我是覺得盡量 你如果可以 按照自己的邏輯 寫得出來呢 那表示 真的你是學會的 如果實在是 有一些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程式並不長 那我簡單說一下 這個程式 基本上的 架構有哪一些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 其實跟剛剛那個 猜月份有點像 一樣會需要有一個清單 OK 那我清單的話給他一個叫 B-list 的一個名稱 裡面放什麼 剪刀 石頭布 你會發現 第一個一樣空出來 零的部分 1 剪刀 2 石頭 3是布 所以零不需要 這個就避開了 OK 然後放在 這個B-list 那再來的話呢 就 換我一毛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一直幫我跑 除非說他輸入4 才離開嘛 所以呢 讓他輸入的話呢 那當然輸入有幾個 第一個 就是呢 乱數 跑 一個 1 到 這個 1到3之間的 123 那我們可以怎麼用Random Range 裡面的話呢 1到4 表示說他從123之間 取一個值 那因為呢每一次呢 都要重新 跑一個新的剪刀石頭布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呢一定要寫在回圈裡面 這個亂數喔 如果你寫在那個外面的話 那變成他那個亂數是固定的 OK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今天呢這個剪刀要 每次都不一樣的話 記得一定要寫在回圈裡面 那再來的話呢 M的部分就是他輸入 1 到4的哪一個值 OK 那當我輸入4的話 所以if m 輸入的值等於4的話 那就退出遊戲 並且break OK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 後面的邏輯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什麼 什麼狀況 是平手 平手比較簡單 如果m等於s的話 也就是電腦出的跟我出的 兩個是相等的話 那這邊又顯示什麼 電腦出了什麼 那平手 OK 那什麼情況下呢 我是 贏的狀態 那就是什麼 其實我這邊底下 只是做了 比對啦 就是說 當我應該是出剪刀 我出石頭的時候 他出什麼 他出剪刀 那我出剪刀他出布 我出布呢 他出石頭嘛 那就一定 這幾 總共的話呢 有三種狀況 那是我贏的 那哪三種狀況我輸呢 剛好顛倒 我出石頭的時候 他出布 那我輸了 我如果出剪刀 他出石頭 我如果出布 那他就剪刀 所以這幾種 所以我是把 三種 狀況 把他羅列出 那記得 這邊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中間一定是end 然後呢 如果一個 一個狀態跟下一個狀態中間呢 記得用偶爾 這個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 這樣的話呢我們就可以把那個 剪刀石頭布的遊戲 給寫出來 其實看起來 程式邏輯並不複雜 那所以請各位呢 試試看這個部分 那我是 把這個程式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25頁的地方 OK 把 畫面再 還給各位練習看看